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真菌 大概是在两周多以前是第一次过来的 当时我先把这种大块的真菌先清理掉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回放 当时我应该是放过吧 我印象当中 然后前几天先用双水清洗 把这个真菌大量的清洗掉 然后从第四天开始 就这次清理完的第四天开始 使用这个抗真菌的第一剂 当时让他用的是福康做低眼液 这个是使用完两周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辅助枪里大面积的区域都是清洁的了 在这个我们叫动物脑膜脚这个拐弯的地方 还有点少量的真菌的残余 再次清理一次 再次清理一次 这个脚的地方呢 因为有的时候药水可能确实不太好 泡到这个位置 前方已经基本上都干燥了 上面就是脑子 上面就是脑子 还剩一点点残余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用直接 大家老说这个不知道该怎么上药 其实很简单 拿棉签把这个抗真菌的药 这个人因为有个好处 就是他这个外道 中晚包括做完手术以后 这口做得非常的大 所以说我的耳内镜和这个棉签可以同时进去 普通的正常外耳道的话 耳内镜和棉签不能同时伸进去 所以说这个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就是把涂抹到这个 这个脊脚干哪里 他其他的地方基本都已经干燥了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真菌感染 是一个手术丸的一个病例 这是一个普通的外耳道的真菌 里边是那种菌丝白色的 再说一遍 真菌性外耳道也不能使用 养福山性第二剂 这个吓唬 到我这的病例几乎都用过 我还很少碰到上外没有用这个养福山应第二剂的这种啊 养福山应第二剂不是不能用啊 它是用在非真菌性的啊 像一些细菌感染类的 在没有耳内镜的情况下啊 我们有些老的这个老粉丝啊 清理掉啊 这个棉签呢 其实一点都不难啊 你掌握好这个角度完全是可以 我就不清楚 有的人为什么平常拿棉签捅耳朵捅的那么 happy啊 真正让他去拿棉签干正事的时候 他反倒不敢了 当然这个上钥是不能用普通的那种棉签啊 就得用这个 应用而用的这种啊 两头的细杆棉签 而且要把那个 那头要稍微的弄松一点 因为那个 那种棉签的头呢 做的相当于有点硬啊 他那个前端 呃 接触药物的话 可能啊 接触的量一点太少了 比如说拿那个东西上药 把药涂到外道口上了 到里边反倒是没太多了 这种比较宽的呢啊 这种像这种比较正常外道情况下 能用棉签上 这个抗真菌软膏的 就先用这个啊 有些人确实玩耳道非常窄 那还有的就宽过头了 就像第一例那个病例 他那个里边完全是一个特别大的空腔 那个东西用 面签确实真不好上 如果大面积涂抹的话 当然有些边边角角缝上 还是可以上的上去 所以一些特殊情况下 会首选使用这个 抗真菌的液体 而且这个东西 不好买 我接触到好几家医院都没有 都是病人都是让推荐 直接去网上买去 很便宜啊 几块钱一只 好 像这个病例呢 也是啊 后期给他往里涂药啊 涂这个 抗真菌的药就行了 这个也是啊 这病例也是自己 用这个网购的 这种简易点内镜 看到了以后啊 跟我联系到医院来清理的 这个简易点内镜呢 可以观察啊 但是你没办法操作 因为这些东西 看到了 你不可能动啊 因为我们做操作的话 是需要双手 呃 左手 控制这个内镜啊 右手使用器械 一个个人 而且就是包括这些 没有经过这个专业训练的 这个 呃 人员 是不可能完成这些 技术 这个东西 特别像这个在骨膜表面啊 这个很危险啊 之前还有这个 这个某种啊 休闲场所的 人员跑来请教 我说你可拉倒吧 这个东西 你不小心 这个你操作的人 打个喷嚏 这个东西就可能会把 这股膜给捅穿了啊 这个需要非常精细的 你想想在一层纸上 相当于在一层很薄的纸上 把这个纸上粘的这个 翻渣子剔下来 纸不能破 差不多就是这种概念 我用的这个信息的口径应该是1.2吧 我闻一下 这个传统的这个门枕一般用的信息用不到这么细啊 这是我专门自己想办法弄来的 否则也干不了这个 护膜降楼好了 然后这个后续的也得去使用药物啊 光靠这个玩意儿 它不太可能会把所有的真菌的残渣余孽清理的 就像洗过一样的 这个是不太现实 吸走啊 成人的还相对好一点 儿童就很麻烦了 儿童真菌心脉道也还好 相对比成人少 然后有时候偶尔会碰到 不太多 它这个骨膜上有钙化斑 这个人在之前 他有他正常时候啊 没有呃 就是没有真菌时候的一个耳内定的照片 然后那点明确显示的是那个盖化斑 就那个照片居然都被 哎 我们有些不着急的同行开了这个 两三应第二季啊 这个是我用棉签涂药以后啊 把这个软膏 这个因为这个耳道是一个普通的耳道啊 所以这个耳内定和棉签没有办法同时进去 就是我用这种拼手感啊 完全是可以涂到骨膜表面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